现在是下面一个任务来了 就是你们现在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事件的信息 圣兰提供了一个聊天记录 看看这个聊天记录和这个圣兰的死亡时间有没有出入 你们前面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报案的记录 2号凌晨 那个报案时间是2号凌晨 没有说记得时间 凌晨就6点之前 然后这个聊天记录呢 1号的10点10分 现在你们根据现在我们视频上面 死亡时间吗 这个是可以解释的 10点10分到凌晨的6点钟左右 他们应该一起去吃了宵夜之后才案发 然后你们根据这个烧毁的程度 觉得是不是烧起来以后 很快地就被人灭掉了火 这一段时间 一小时以下 对 差不多 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过说 如果你是对于一个60千克的人来说 如果要烧一到两个小时的话 他的骨头其实除了骨骨这种比较大的骨头 比较难烧毁的 没有那么长 就是一小时 因为感觉他看他那个尸体 就是骨头没有被融化 跟他死的时间不一定 他死的时间可能提前 因为孙楠讲的是提过聊天记录 对 但是他这个时间是说得过去的 说得过去 稍等 好 第二个问题 这是男的丈夫 他老公死在这个车上面 是不是第一现场 不是 我们觉得不是在车上死的 我们就是死后之后放在车上 死后你们认为有一个疑似的过程是吗 对 如果是在车内死的 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在焚烧的时候 就是一只鞋不在自己的脚上 这个问题很奇怪 像是一个就是有个疑似的过程 你可能鞋掉了就伸手丢进去了 这样子 我们有证据 我们现在只是这样的猜测 我们确实说是暂时掌握的证据不够 如果说你们要进一步开始调查的话 找哪个烧箱 我们不应该先去他家吗 到谁家 到那个盛南家 盛南家 去看看 我觉得盛南家很有问题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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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在盛南家里面去 每一组是二十分钟时间探查 然后现场还原整个事情怎么回事 好大 对 那来得及吗 二十分钟 这边是花园 客厅 卧室 谢谢 好 你们进去以后我们就开始计时 好的 你先拍整体的那些 我找一下一些谢谢的东西 先进后动 好 哦 这里有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这儿 有东西吗 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 然后这儿还有脚印什么的 我们进去 我们进去我觉得里面东西可能要更多了 好 走 这里有重要物质 这里也有 有一言一道东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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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伙生 这边 立化器 煤气 冰箱里面有雪季 但是这个要做雪季 很接近一遍啊 这个 这个真的是冰块 然后位内容是 是冻住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它是先被冻了 然后再被烧了 这边车 这样的头发 嗯 你眼睛真好 短的 到几十五分钟 嗯 嗯 这个拍了吗 拍了 上面看到了吗 上面是吗 行 行 行 还是你眼睛好 嗯 看材上面 我觉得萌萌给我印象很深 特别是上升 在前面去看 萌萌回来扫出来 他们两个人不相对衣服 非常不错 他们这一次配合得蛮好 这个没啥 这是瑜伽球 倒计时一分钟 好 嗯 眼镜上有指纹 小孩的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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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毁的这个 司法监定的书 她怀孕了呢是 这里 这里 门上这里有 一个很明显的水迹 这边 这上面 上面也有吗 嗯 倒计时十秒 桌子底上 嗯 有几个了现在 我现在记得设 五 四 三 二 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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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